请假 至少得提前一个月 临时请假会影响到科室的工作开展 但是 我不喜欢听但是 和我在这儿废话的工夫 你已经耽误了两分钟的工作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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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妈 小韩 你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去搞什么音乐比赛 把你本职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你就是个普通人 你怎么老想 高鸡蛋糕就那么好吃吗 什么蛋糕 妈 比赛我参加定了 不说了 都四点了 你怎么还不走 比赛不是六点半开始吗 顾事长不同意 下班之后再过去时间很赶啊 不然比赛衣服我帮你搭 不用了 比赛的衣服我自己带就好了 时间来得及 我去查饭了 那你比赛加油 喂 护士长 赶紧回来 张世冠不见了 师傅 回医院 傻愣着干什么 继续找 南厕所也给我一间一间地找 立刻 马上 部长 张颜还没找到 你怎么回来了 比赛 半小时前人还在病床上躺着 十分钟前小雯来查房 就见不着人了 快看 这衣服上这儿有血 我突然想起来了 老张这两天特别反常 天天手上报个电话 紧张兮兮的 还经常躲着人接电话 咖啡部长 他不会再躲债吧 难道斗地主欠了钱 想不开他就 八成是挂了 咱们赶紧报警吧 放心 不会不会 我前天和张爷爷斗地主的时候 他手上还有抄头换了都 天哪 这是老张写的遗书吧 他绝对是挂 你说怎么办 他还再这样下去 比赛肯定来不及了 这种事不应该先报警吗 明知道自己没时间 还在这儿装侦探吗 哎呀 现在的年轻人哪 还不如我这老头子勇敢 顾区长 我大概猜到张爷爷在哪儿了 那还不快去找 你告诉我在哪儿 我去找吧 你比赛又来不及了 不用了 我自己的病院自己处理 我去找 Pose 我去找我掩花 至овор是 我打들了 这首诗写得好啊 我念给你听 我爱你 诗里是这么写的嘛 我爱你 不光因为你的样子 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 我的样子 这张爷爷撩妹的功夫 真是一套一套的 作为要我失去啊 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护士长不是等着你回去 负命吗 你要是晚了 张小晴他又在那儿念念 你还是只关心你该关心的人吧 肖老师 你今天很奇怪 讲话怪怪的 你和我不是朋友了吗 那暗子浩呢 他也是你朋友 我 江老师 你是在吃醋吗 我 我答应了 安叔叔和我爸是世交 从小就认识了 老人家嘛 总想撮合我们两个 我就配合一下 敷衍了事喽 我 跟他比起来 我更想跟你 当好朋友的 其实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 其实比起那天的惊喜 我更喜欢 这个 你怎么知道 对不起啊 可能最近两天 我比赛压力有点大 所以 对你的态度不是很好 没关系 你就报一个冠军奖杯 回来给我就好了 对了 你怎么知道 张爷爷在这儿的呀 因为我看到明信片上 这个咖啡馆的标志 而且 他的衣服上有咖啡字 所以我猜到 张爷爷可能会来这儿 不愧是我的姜老师 又会破案 又会唱歌 美貌与才华并存的美男子 唱歌 六点四十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这儿没叫120啊 你参赛正呢 你穿成这样会唱歌吗 江海 我们来了 他是我们下人男孩 他就说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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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